本节目内容来自于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娟女士2020年10月的文章 对于亨特拜登硬盘门的种种疑点 做了归纳整理 这个短视频就是根据詹女士整理的资料制作 我们在此特辞表示感谢 第一个疑点 店主说法前后不一 传说中向FBI举报亨特拜登的是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经营计算机的 约翰·保罗·麦克·埃萨克 他由于身体原因是一个法定盲人 并不能看清是谁丢下了笔记本电脑 但他相信这是亨特拜登的笔记本 因为笔记本上有一张与博拜登基金会有关的贴纸 他说亨特拜登实际上留下了三台需要修理的笔记本电脑 因为拜登的儿子有钱 所以丢下了电脑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记者问他是否尝试电话联系亨特拜登时 他回答说 无可奉告 第二个疑点 这件事不符合维修店的正常操作 维修协会的执行董事盖伊·戈登·拜恩 指出了三个可疑之处 首先在现实世界中 电脑维修店一定需要知道客户的名字 要不然怎么收钱呢 设备不会像一个弃鹰一样 在晚上被丢在修道院的台阶上 其次 如果客户丢下电脑就跑 而且再也不回来 电脑维修业正常的操作也不是翻查硬盘当中的数据 最后 费用也相当不合理 根据纽约邮报登出的收据 这家店收了三台水损笔记本 总共只收取了85美元费用 而通常修复MacBook数据恢复的单台电脑价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 第三个疑点 很不符合亨特·拜登的形式风格 亨特·拜登2018年已经搬去了洛杉矶地区 是什么又促使他在2019年4月 将三台电脑送到了特拉华州 一个似乎随机找到的电脑店维修呢 第四个疑点 外接硬盘日期 2019年12月 FBI公布了笔记本的硬盘剧列号 根据西部数据的网站查证 这个外置硬盘是在2019年4月18日生产的 这晚于传说中亨特·拜登送修电脑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用来拷贝数据的外置硬盘 无法保证上面数据的完整性 第五个疑点 所谓的邮件内容 没有标题信息和原数据 而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发件人 其名字的拼写方式明显是俄罗斯式的 而不是乌克兰式的拼写 第六个疑点 邮件涉及的所谓乌克兰腐败案 参议院已经在此前反复调查 于2020年9月23日发布了一份87页的报告 总结成没有证据表明 前副总统拜登在儿子的商业交易上有不当行为 调查人员采访的所有实名证人均作证说 拜登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因为他的儿子 而改变过美国的政策 调查就此告捷 而这个所谓的腐败案 正好就是朱利安尼为了帮助川普连任一手炮制的 为了这个所谓的腐败案 川普遭到了众议院的弹劾